那这个一个朋友啊 这个在收到我的视频以后呢 他关注了我 然后后面还认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让我给他推荐一个股票 他是新手 那我就给他说高通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说高通呢 首先第一点 首先第一点 他是经常的跳跳空高开啊 我后面一点一点 来给他跳空高开 这个点 跟这个点啊 这是其他可不可能垮下来的 有可能 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垮下来 但他的前提是大家 垮下来的前提是大家不认为武区 对他们有用 是口肯是主要业务就是专利费用啊 主要业务 他是cdma那个信号的 这里看到他的这个 专利费 看在这里 可以看到他的这个业务啊 业务 看这个专利费抽70% 什么不干啊 也不生产芯片 他就研发 就收这么多钱 一年啊 这到2009年的3月 2009年啊 9月30号为止 什么不干 就就说就他没有风险 他光光赚就赚这么多 为什么呢 现在还要越来越高呢 因为他那个反垄断法赢了 那大家这方面自己上网搜啊 我这里就不提供了 你要收完以后 这是家庭作业啊 这是家庭作业 那再来看到从他的一天 从他这个什么技术图形来看啊 不懂技术图形是吧 那那么我给你讲解一下 好 首先画一条线啊 从这里开始 你看 什么时候是买右点呢 你看他这条线 他直接跳空高开 他直接没有给我们机会 这个位置你看 他直接跳空高开 他等他水涨到来这个时候呢 他又再上来这时候呢 你看这一错一上去 是不是一直上 再来画线啊 你或者这里明显一点 你看这个位置一上去的话 那又下来 然后是不是这一段又上去了 对吧 那后面又来又下来 这个叫大趋势啊 你不懂技术 那不需要懂 那就不需要懂 你看这一次赌中了吧 你看 一上来下里 一下来再上去 在这个点 他再撑一下 你看就直接跳空跳空 那有我们来数一数 他有几次跳空啊 你看 第一次这里跳空对吧 好 那这里又又一次 这里又一次跳空对吧 两次 又一次跳空 三次跳空 你想一想 你找一找 这个最近的一些股票 有哪些股票 包括FANG 哪怕他们跳空以后 他们是不是回调下来 对不对 就上去了以后呢 像这个苹果还有什么 一上去 五百块钱还是特斯拉 一上去 他是不是有一个下来 那你见到这里下来了吗 下都没下 一直上 那还用想吗 好 这个从一个钱 从钱从买又的角度来看 你看人家哎 人家就有卖有买 有卖有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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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但是买的力量越来越多 就大家认为他越来越值钱 就一个东西啊 他这个大家认为他值钱 和他真正值多少钱呢 是两码事 你看 他认为他值钱 值钱买了 值钱又买上去 认为他这个值钱啊 贵贵贵啊 认为买卖的人认为 他可能会掉啊 变八十八块而已 但谁不知呢 我认为他值九十五块 实际上不止 实际上他反垄断法一赢啊 值一百二一百三啊 又来又有人卖 又有获利筹码卖 觉得他可能要调整啊 要啥 又先看一下 先放一下 然后又 你看又有人认为他值得一百二十八 这个钱是真金白银掏出去的 你要花一百二十八 要花一百四十六去买他的 明白没有 这是市场的情绪 是这样判断 这是一个点啊 那再来看到这个雅虎 这个 这是我自己花的会员啊 这个拼拼上海民园拼的团 又还要给 把账号给别人用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高通的这个 现实技术现在就直接给你看数据 看钱 这个 这个 这个会看吗 这个你看 这个点你看 这里好这个19年Q4Q1Q2那是反农犯法一赢了以后你看 这一根最拿到哪你看 这两个点拿到哪 这个样会看 这个样会看了吧 这个是他Q4的预估啊 这是他实际的收益这个是他实际的公司美股收益你看预估但实际上的可能会更高 不懂 40块50块钱一股去买一个 他之前才15块20块钱一股啊 就大街对5G这一些新的产品越来越就是以前 toyota慢慢慢慢的会被这些给取代你看 对吧 就老老一辈人他也认识过来他的钱也愿意往这里砸你年轻人肯定买这些科技股啊 那老年人他也已经就不得不接受就以前大家还不用微信支付现在都用微信支付了5G的概念跟跟那个一样啊 你看他现在这个点到这个点你可以数一数是零点这还零点八低于零点八这是二点一将近三倍的差距 那也不排除人家是想整他是把这个往高一点然后他就掉下来一点 预估一点他就把这个把这一些一部分的钱给收割了 那这个详细的情况就说到这里啊啊没有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要给大家想还有一个这个叫在哪我看一下 还有一个是他的这个可可我们的这个供应链 给大家看一下他的供应链呢 也是有意思的你看 他的客户啊他的客户呃自不然这个最顶级的可能是台积电给他供 很多货啊呃这个三星也是要给他加专利费他只需要把这个专利费给他们生产给许可给他们生产要他们的话呢就会卖给呃 苹果啊数一数一些公司给你听啊三星小米华为现在如果是不行的话那中国就剩一家就小米 三巨头你看这三巨头 谷歌也好什么样也好你的前提是你得用手机 你的什么呃 Google map也好前提你得用手机吧对吧 啊这些大家不大认识我就不说了你看 你前提这三件马车一起给给这个可可给钱他 那还要想吗 你你不用不需要知道不需要分析技术你就看这个大家看这个他的这个顶级客户customer 还有他的紧急供应商是谁 还有他的这个收益比 是是怎么样的啊 而且他也他也出现了你看他没有下来你看他没有卡下来最近的那可以再观察一下 再给他一个季度 等到q4的时候我们之前几天我们再进去 绝对他这个现在这点他们只要没有跌破下来这个130的时候 证明他已经站稳了 他已经站稳了这140这个 谈钱这明白没有 我不给你谈技术我也不给你谈这个公司收益怎么样 没用啊 这个大家认为他值多少钱呢 现在大家认为他值的美股146块 啊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我先试试一下 我是四十三个字幕的